而依据农委会基层农会改选的流程 21号各地农会改选会员代表和小组长 也进行了投票 接着在3月20号会召开理监事会 护选理事长、常务监事以及林聘总干事 预期农会现任总干事蔡宗翰 是前副县长蔡运皇之子 可能遭到育理前政长龚文俊的势力挑战 而另外在复理乡长陈农聪和现任农会总干事张树华 在地方拼斗也浮出了台面 玉西和复理等地区农会的选情可以说是相当的激烈 依据农委会基层农会改选流程 2月21号各地农会改选会员代表以及小组长进行投票 接着3月20号是召开理监事会 护选理事长、常务监事以及林聘总干事 农会是农民与政府沟通以及农业政策落实最重要的桥梁 希望农民会员透过神圣的选票选出真正 能够代表农民意志的会员代表以及小组长 进而选任合适的理监事以及聘任理想的总干事 让农会得以永续经营 协助政府推动农业政策 并且也提供农民更好的服务 记者高松双预理不理采访报道